到那个大小姐龙居穴 我们跟龙腾侯府交情没到请咱们喝喜酒的份上吧 江臣试探问 哎 龙腾侯 他这是明火执杖 想欺负我江家呀 趁儿 既然你问到 为父就跟你说一说 你以后出出入入也留点神 别得罪了龙腾侯府的人 是这样的 我们江汉岭因为地处亡国南疆 土地肥沃 三十年前更是发现了一片半灵脉的土地 所以我们家族一直跟那丹王院 有一笔大生意来往 就是帮丹王院培育灵药 发现一片半灵脉的土地 自然是培育灵药的沃土 和经营丹药生意的丹王院有生意往来 这很正常 江臣静静听着 因为他知道必然还有后闻的 可是最近几年 龙腾侯已经数次找到我 提出要租借我们那批半灵脉的灵药员 租借 诸侯之间租借倒也不是没有 他的租金怎么开 江臣隐隐似乎洞悉到一点什么 说龙腾侯府欺负人 就是这里欺负人 我们与丹王院的生意往来 这灵药员一年可以给我们带来 约马五百万两银子的收益 可是龙腾侯却是开价三十万两 要租借我们的土地 给丹王院培育灵药材料 一年收入有五百万两左右 租借给龙腾侯却是一年收入 直接缩水到三十万两 抢劫 果然是明火执杖的抢劫 江臣一下子全明白过来了 这龙腾侯是仗着王国第一诸侯的权势 打算明抢啊 所谓的宴会无非就是鸿门宴 邀请江汉侯过去 无非就是当面施压 逼他妥协 如果仅仅是来自龙腾侯的压力 大家都是东方王国的诸侯 你逼迫我 大不了我不鸟你便是 诸侯之间没有国君的预兆 却是不能互相征伐的 若是诸侯之间倾起兵戈 那便是有违阻制 反大忌讳了 江臣看父亲这般烦恼 只怕压力不仅仅是来自于龙腾侯丹方面的 是不是那丹王院方面 也跟龙腾侯暗中勾结起来了 江臣问道 江峰略微有些奇怪 看了江臣一眼 行啊 陈儿 你平时都不过问这些事 没想到这里头的弯弯道道 倒是被你看出来了 确实是这样 丹王院方面也放出风声 即便我们不租借给龙腾侯 他们也打算在潜龙会时候 跟我们终止合作了 江臣算是全明白过来了 这是赤裸裸的落井下石 两方面勾结 直接把半灵脉土地的主人给撇出去了 这龙腾侯太会算计了 这简直就是无本生意 而丹王院 在龙腾侯和江汉侯之间 自然是巴结龙腾侯的 毕竟那是王国第一大诸侯啊 这么说 今晚的宴会 那是红门宴咯 江臣饶有趣味地 把玩着那张请帖 那自礼行间 透着龙腾侯的一股傲气 一股小人得志的气息 扑面而来 最要紧的是 这请帖里 居然还特意叮嘱了一下 要将汉侯带着江臣一起出席 这是要将他们父子 打包在一起 狠狠羞辱吗 承儿 为父在想 我一个人去就好了 你就 去呀 为什么不去 我太想去见识一下了 江臣哈哈大叫 我倒要看看 这龙腾侯 到底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 通过父亲说的这件事 在结合之前发生的种种事情 联系在一起 江臣完全有理由怀疑 前任江臣 在祭天大典放的那个屁 其背后十有八九 也跟龙腾侯有关 即便没有直接关系 也必然有间接关系 只是区区龙腾侯 怎么可能让江臣 打退堂鼓 畏惧不前 逃避挑衅 这是弱者的行为 江臣此生 只做强者 况且江臣也想看看 龙腾侯这个爆发户 到底遇到了什么好事 竟然吹嘘为天大的喜事 逝日 王宫 东方芷若的寝宫 经过这几天的忙碌赶工 已经基本按照江臣图纸的要求 重新修缮了一番 现在东方芷若的住处 却是明显没有了以往的精致 却多了几分大开大合 东方芷若也听说了这里的事 今日特意亲自来巡视一番 随行的还有沟玉公主 这个江臣倒是会搞事 这哪里像一个公主的寝宫嘛 东方芷若嘴里这么说 但明显看得出来 他并不怎么介意 沟玉 这个江臣 你怎么看 东方芷若笑呵呵问身旁的沟玉公主 王羞 如果江臣能够治好若尔 自然由得他胡闹 如果他是装神弄鬼 沟玉第一个要他好看 正说着时 东方芷若已经如一只小鹿一般 蹦蹦跳跳而来 父王 姑姑 你们来看若尔了 嗯 若尔 这几天感觉怎么样 东方芷若看着这个从小多灾多难的女儿 心里也是颇觉的亏欠 只若从小命运多揣 却从来不抱怨什么 相反 他总是很懂事 做什么事 都总是考虑别人的感受 即便有恶极在身 即便知道自己命不长久 也从来都是乐观地生活着 父王 若尔这几天可开心了 你看看若尔的脸色 是不是好看多了 还有哦 若尔现在每到午夜 也不会那么怕冷了 每天都觉得很好 比以前睡得好多了 从东方芷若的精神面貌上 确实看得出来 这几天 她的气色确实好了很多 整个人看上去 也不会那么无精打采 若尔 这么说 江辰的治疗手段 有效果 东方鹿眼睛一亮 嗯 一定是江辰哥哥的功劳 他给我佩戴的那些香囊 我现在随身都带两个 感觉现在 也不会像以前 那么容易累了 夜里 也不会常常被寒气冻醒 父王 姑姑 江辰哥哥给我那幅图 我每天观想 觉得效果很好呢 听了东方芷若这番话 再看看东方芷若 明显有所好转的气色 东方鹿和沟玉相对一试 都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神色 那小子他有这么厉害吗 沟玉还是有点不服气 一想起那天被江辰教训 心里就觉得别扭 要他承认江辰的厉害 他有点放不下面子 东方鹿轻轻搂着身边的女儿 东方芷若 轻叹道 哎 没想到 几天大典发生那样的事 居然因祸得福 难道是上天眷顾 假借江辰之手 来解救若儿的痛苦吗 想来想去 也只能这样解释了 对了 狗宇 这江辰在王都参加浅龙会试 他的成绩如何 东方鹿忽然想起这件事 王兄 108鹿诸侯的传人 这江辰的成绩 毫无悬念垫底 而且他直到目前 三项基础考核 一项都没通过 月底只有三四天 就要截止基础考核了 如果他通过不了 浅龙会试的终极考核 他都没资格参加 狗宇只能如实到来 这么严重 东方鹿也颇绝意外 这 确实让朕为难了 如果此子连基础考核 都通过不了 诸侯令都保不住 朕有心赐他富贵 只怕也 种什么因 结什么果 他之前不努力 失去诸侯令 也不算冤 王兄 我可说好了 既然你让我负责浅龙会试 小妹可不会放水 勾玉嘴里 还是很好强 真岂会让你难做 若是他命里当真 没有诸侯之命 在京里 做个闲官也是不错的 不长前世 只想富贵 倒也是逍遥自在 如此处理 反而是东方路 最希望看到的结局 不然等浅龙会试 结束后 各大诸侯 必须回到各自领地 到时候 东方止弱的病 谁来治 对了 王兄 说到浅龙会试 勾玉今日 接到一张请柬 来自龙腾侯府 龙腾侯府 东方路眉头微微一皱 显然对这三个字 颇为敏感 对 说是金满在龙腾侯府设宴 邀请小妹出席 据说是他龙腾侯府 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喜事 喜事 东方路表情更复杂了 以他堂堂国君 按说对王都的掌控力 应该到无懈可击的地步 可是这龙腾侯府 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喜事 东方路还真不知 当然 龙腾侯是不可能邀请国君 前去赴宴的 一来诸侯没有这么大面子 二来祖宗法制也不允许这么做 他在请柬中没有明说 只说与他幼女龙居雪有关 莫非是他女儿龙居雪 五道有所突破 如果是这种小事 东方路反而不戒怀了 摆了摆手 既然邀请了你 你便去一下 这龙腾侯 狗豫表情也有些复杂 也清楚王兄对龙腾侯的忌惮 天下第一诸侯 位高权重 几乎已经快到 位高震主的地步了 龙腾侯府 坐落在王都东南区域 其地理之优越 地段之繁华 建筑之雄伟 却是江汉侯完全没法比的 当然 说是龙腾侯府 只不过是诸侯在帝都的临时府邸 各大诸侯的真正侯府 还是在各自的治所领地 既然是赴宴 江峰本来还打算张露一份重礼的 却被江臣否决了 既然铁定会撕破脸的 何必破费 随随便便拎点东西 爱要不要 反正龙腾侯这份情节 压根不图你手上拎的这点东西 人家所图者大 是要江汉侯的半灵脉土地 要断他们江汉侯府 最大一笔经济来源 抢人饭碗 这是死仇 江臣很清楚 这事不可能善罢甘休 傍晚时分 江臣才慢吞吞 从修炼密室中走了出来 用他的话来说 去得早也是糟人冷眼 还不如等人都到齐了再去 江峰一想 也是这么个道理 便接受了江臣的提议 等他们两父子 赶到龙腾侯府的时候 受邀的宾客 都已经到了七七八八了 场面一点都没有出乎 江臣的意料之外 有意无意的 一些诸侯和龙腾侯之间 达成了默契 故意靓着这对父子 好在江汉侯平素为人 也很是不错 在诸侯之间也结交了一些人 这些相熟的同僚 都纷纷起来跟江峰打招呼 场面倒不至于太难看 江老弟 本侯千盼万盼 总算把你给等来了 忽然间 一道爽朗的笑声 从前面传来 一个紧袍华服的男子 大胯步朝江峰走来 此人虎背熊腰 走起路来虎虎生风 一举一动之间 充满了霸气 正是龙腾侯 龙兆风 不敢当 龙兄客气了 来来来 江老弟 你是我的今天贵客 必须陪本侯坐上座 上座可不是那么好坐的 这种王侯之家 最讲究排座位 江汉侯虽然地位不错 但还没高到可以坐在 龙腾侯府上座的层次 这如何使得 龙兄 你忙你的 我与这帮老兄弟 一起入座便是 江峰还是愿意 和这帮老兄弟一起坐 不过 他显然低估了 龙兆风的坚持 可虽主便 今日江老弟 定要听从本侯的 龙兆风大有一种 你不入上座 我便不罢休的气势 一旁的江臣淡淡道 父亲 难得龙腾侯如此厚爱 既有上座 为何不做 做了便是 这位是 对了 一定是江臣贤侄 好好 好 虎腹无全子 先知 你们小一辈的热闹去 本侯就不一一招呼了 龙腾侯略带深意的眼神 在江臣面前逗留了片刻 哈哈而笑道 侯爷自便 江臣随意地摆了摆手 便转身走开了 陈哥 这边来 刚转过身 江臣便看到一坨硕大的身影 在不远的一桌上 兴奋地朝他招着手 如此体积敦位的身形 整个东方王国也只此一人 别无分点 自然是那轩胖子无疑 跟轩胖子一道的 还有那虎丘侯传人 胡秋月 这两人正是江臣在王都的死党 至于另外一个杨宗 却是躲在另外一桌 目光甚至都不敢朝轩胖子他们看 显然是不打算过来掺和了 陈哥 这几天可想死弟弟我了 轩胖子很是粗豪 用他那上等绸缎制作的袖子 在一张椅子上擦了擦 陈哥 这是我早早给你罢好的一个位置 哈哈 有吨位 抢作为就是有优势啊 陈哥 老妹见你 怪想你的 胡秋月眼里也透着一股热忱 这人话不多 但却是实行眼 在这种场合 以江汉侯目前岌岌可畏的地位 这两人能有这样的表现 江臣多少还是有点感动的 这些人能称为死党 确实有称为死党的理由 江臣无视四周投来的各种眼神 正准备入座 忽然那条椅子旁闪过一条身影 一屁股坐在轩胖子擦拭过的椅子上 轩胖子 谢谢你给我站座位啊 此人一身悬色刨斧 一个酒糟鼻子极其显眼 尖尖的嘴角溢出几分嘲弄的意味 大马金刀地将那椅子给霸占了 燕猴子 你啥意思 轩胖子直接怒了 轩胖子 我倒要问问你 你啥意思呀 这座位难道我不能坐吗 此人乃是燕门猴传人 燕一鸣 那天在药师殿 自报名号 威胁江臣的 也有此人一个 这是我给我陈阁展的座 轩胖子一把就要去先燕一鸣 陈阁 你是说他吗 燕一鸣似笑非笑道 轩胖子 你是瞎子吗 这一片是进阶真气区 至少要有四脉真气 才有资格入座 撇了撇江臣 燕一鸣以一副极为细血的口气 指了指角落 一条孤零零的单人小桌子 江臣 那条桌子 是为初步进气境特备的 燕一鸣这话说出来 四周立刻传来一片哄笑 显然 这是一早就设计好的桥段 就等着江臣和轩胖子他们 来丢人现眼的 轩胖子勃然大怒 燕猴子 你欠仇不少时候是吧 燕一鸣淡淡笑道 轩胖子 你缺去一个五脉真气 什么时候有这底气 要抽六脉强者了 说话间 燕一鸣六脉真气 齐齐涌动 一股逼人的气势 当面压来 现场剑拔弩张 大要一言不合 就要动手的架势 忽然间 不远处的一张桌子 传来一道 酥软清脆的声音 江臣哥哥 到这边来坐 我给你留了位置 这声音娇憨清脆 江臣不用回头 便知道是当朝公主 东方芷若 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江臣忽然伸手 拍了拍燕一鸣的肩膀 这位小侯爷 骨骼惊奇 相貌堂堂 这抢位置 都抢得这么有性格 有前途 你的主子一定很欣赏你吧 燕一鸣是吧 我记住你了 说吧 江臣一脸云淡风轻 完全无视四周 那些嘲弄的眼神 湿湿然 朝东方芷若那边走去 你这丫头 不好好待在寝宫 这种乌七八糟的场合 去来掺和什么 此语一出 却是全场被他雷得外交里嫩 这可是当朝公主啊 这江臣上次被国君仗打 侥幸不死 这次居然变本加厉 竟然用这种口气 对当今国君最宠爱的公主说话 听起来就跟教训自己妹妹似的 而且当着宴席主人的面 说这是乌七八糟的场合 这是打龙腾猴的脸吗 一时间 现场的气氛变得有些古怪起来 一个个翘着脑袋都想看看 这个语不惊人 恃不休的江家小侯爷 到底是不是因为压力太大 忽然间疯了 江臣也没有料到 他随口的几句话 却起到了这么大的清晨效果 原本都三三两两 在高谈阔论的宴席 忽然间都静了下来 无数双眼睛 齐刷刷地朝江臣这边看来 在场这些都是东方王国的豪强 都知道龙腾猴 一直想得到江汉猴手里 那片半灵地 想方设法 想夺取过来 瞧这架势 难道这江臣是要撕破脸皮 公然与龙腾猴叫板不成 当事人江臣 却是一副神经大条的样子 拉开椅子 大马金刀坐了上去 在东方芷若身上瞄了一眼 嘴里嘟囔道 看样子 这几天你没有偷懒吗 照这样下去 挺过十六岁这关 是肯定没问题的 哗啦 现场足足有三四个人 听了这话 直接拿不稳手里的酒杯 被江臣这话 惊得连酒杯都掉到地上了 这一下 原本有少数不认识江臣的人 也忍不住 偷偷向旁边的人打听 这是谁家的小侯爷呀 这也太彪悍了 这可是当朝国君 最喜爱的公主殿下呀 而且 这公主殿下旁边还坐着一个脸色 已经开始下沉的长公主 勾玉 看着勾玉公主那张沉得几乎要滴水的脸 那些看热闹的 也没几个敢放肆地把眼光往这边投 谁都知道 勾玉公主是东方王国的修炼天才 是东方王国权势极重的十权派人物 且不说别的 单单是那浅龙会室的总负责人身份 在场哪个诸侯敢得罪他 江臣却是一副后知后觉的样子 浑然没觉得自己已经坐在了最显赫的区域 也浑然没觉得自己已然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坐下之后 江臣的眼神余光 已经基本上将宴席上所有人都观察了一遍 让他颇感意外的是 居然还有几个老熟人 比如说药师殿的三殿主 比如说当天自抽耳光的天水侯 看得出来 天水侯今天很老实 很低调 要是以往 天水侯一家必定是跳出来 针对江家父子的极先锋 不过 今日不管是天水侯本人还是他的传人都异常低调 显然 那天在江汉侯府发生的事 让天水侯还心有余悸 不过他本人不跳出来 见其他人针对江家父子 心里还是很洁气的 这些人可不知道江臣跟东方路之间的约定 他们打压起江家父子可没什么顾忌 果然江臣正想问东方纸若几句近况 并有几个诸侯传人很有默契地朝他们这一席上走来 当先一人正是那白虎侯传人白湛云 江臣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白湛云一脸义愤填膺 今天是龙居雪小姐的十六岁生日 你竟然说这是乌气八糟的场合 我命你道歉 还有我 红天同 以诸雀侯传人的名义 勒令你向主人和在座宾可道歉 红天同也一改以前总是怂恿别人出头的风格 今天竟然主动出击 显然 在这种场合下讨好龙居雪 红天同可不想让白湛云独得先机 这两人的来头都是很大的 东方王国一百零八路诸侯实力各自不一 但是有四大诸侯却是一直稳居前四 无论王国如何变动 这四大诸侯的地位都不会变 龙腾侯第一 白虎侯第二 诸雀侯第三 玄武侯第四 这四大诸侯的传人 一下子站出来两个 还带着几个排名靠前的诸侯传人 气势汹汹地对江臣形成了合围之事 江臣老神在在 好整以侠地瞥了红天同一眼 淡淡问道 你是在命令我吗 你可以这么认为 红天同傲然道 哦 江臣轻轻拍了拍额头 似笑非笑地对狗鱼公主道 狗鱼公主 这个人是你们王室的吗 难道是我记忆出错了 诸侯之间有资格命令对方吗 我好像记得命令诸侯 似乎只有王室才有的权利啊 懒洋洋地朝红天同看了一眼 笑道 诸雀侯传人是吧 你什么时候改姓东方了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提早告知天下呀 也好让我们有个心理准备嘛 原本气势汹汹的红天同 背着轻描淡写的一句反问 瞬间无言以对 跟一尊雕像一样呆若目击 还有你 白湛云是吧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已经是你第三次挑衅我了 之前我不想跟你一般见识 可是今天 你说这不是无七八糟的场合 你这跳上跳下是想干啥 你眼睛瞎了 没看到公主殿下坐在这里 你还懂不懂什么叫诸侯礼仪 在公主殿下面前大呼小叫 心里还有没有上下尊卑的概念 还有你们几个 想干啥 跟着这两个蠢货出来丢人现眼 是不是想告诉在座大家 你们的不沉之心 已经不需要掩饰了 对吗 江辰连猪炮一样的语言 只说的这群年轻人 一个个张口结舌 面红耳赤 脑子一片空白 有心找出语言来反驳一下 却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 白湛云气得直发抖 你 江辰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 你难道不血口喷人 你他妈不血口喷人吗 你是从哪里爬出来的 难道是你爸路上捡回来的野种 要说斗嘴 江辰前世那可是有百万年的骂人生涯 那一条毒蛇可谓是骂尽猪天 这几个货色根本不够看 这后面一段话 东方芷若却是不懂了 轻轻拉了拉江辰的袖子 一脸天然蒙 江辰哥哥 他是不是捡来的 跟他妈妈有没有血口喷人 有什么关系 这 江辰被这问题给雷倒了 吞吞吐吐道 呃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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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问题 善而不易 等你以后嫁人生孩子了 自然就知道了 本来一旁的沟玉公主也纳闷 觉得江辰骂得莫名其妙 根本不知所云 不过听江辰这么一解释 猛然想起女人生孩子的场面 那不是活脱脱的血口喷人吗 一念到此 沟玉的目光差点要杀人 这个可恶的江辰 若而跟他私混 早晚要被他带坏 这么一来 见到白湛云和红天桐几个家伙 跟木头一样处在面前 气不打一处来 一拍桌子 你们几个 到底有什么话要说 还要不要诸侯体面 见到沟玉公主发火 现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这可不是一般人物啊 很多时候沟玉公主的态度 便代表着国君陛下的态度 便在这个尴尬的时候 大听传来龙腾侯 那标志性的爽朗笑声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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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诸位 请大家敬一敬 难得今日高朋满座 又逢小女十六岁的成年生日 本侯邀请大家来 一是为了给小女庆生 二来 也是向大家通报一则天大的喜讯 侯爷 到底是什么喜事 你也藏得够紧呢 是啊 侯爷 快说吧 我们都等不及了 诸位这么着急 倒是本侯口风太紧了 那本侯就不藏着掖着了 说起此事 也是我东方王国的大喜事 是我王国的盛事啊 小女居雪 因天生青鸾之体 被紫阳宗的一位隐世大人物看重 已然钦点为钦传弟子 等潜龙会事结束后 便会亲自来迎接小女 前往紫阳宗修炼 什么 紫阳宗 那可是咱们十六国的四大宗门之首啊 隐世大人物 基本上一个个都是宗门大拿 没想到 菊雪之女竟有如此造化 果然是可喜可贺 青鸾之体 听起来便是不凡 这等天大喜事 礼当普天同庆 恭喜侯爷 龙腾侯府果然是复位无限 前途无量啊 何喜 何喜 一时间各种阿谀奉承 如滔滔江水 绵延不绝 龙罩风意气风发 他早早就酝酿好了今日的发挥 这场面 他一点都不意外 实际上小女当年出生之时 便已被这位紫阳宗的大拿 定下了师徒名分 只是龙某为人低调 而且考虑到菊雪的成长 不愿意过于张扬 如今小女已然到了十六岁成年之灵 这个消息倒也没必要再隐瞒了 龙兆风这话 要多傲娇有多傲娇 实际上他哪里是低调 这如果也能叫低调 普天之下就没有什么事 能称为高调了 当年并非他龙兆风隐瞒着不说 而是他根本不敢说 当年龙居雪出生之时 天现异象 广袤苍穹出现一道神红 神红之中若隐若现 有神鸟凤凰翩翩起舞 引得世间白鸟齐齐朝拜 久久不散 却有紫阳宗某个巨头 听说了这意象 推算出东方王国龙腾侯府 出了一个先天清卵之体 几百年没出宗门的他 第一时间赶到龙腾侯府 与龙居雪定下了师徒名分 只是世间不存在绝对的完美 先天清卵之体的体质 其体内先天就有一种 至阴的清卵之煞 如果这先天清卵之煞 不加以破解 其人绝对活不过三十岁 一切天才资质 也自然是浮云 而这几日 龙兆风想尽一切办法 终于是破除了龙居雪体内的 清卵之煞 如此一来 清卵之体便再无后患 同时那紫阳宗巨头也传信来 半年之后将正式接引龙居雪 进入宗门 得到确认后 龙兆风的第一念头便是昭告天下 这么好的示威机会 龙兆风是断然不可能错过的 如此一来 各大诸侯 朝中王公大臣 几乎都收到了龙腾侯府的请标 便连位高权重的勾玉公主 也不例外 此时 那龙居雪 便如一只骄傲的凤凰一般 站在他父亲身派 熠熠生辉 让人不敢逼时 目光犹豫之间 充满了矜持和骄傲 先天清卵之体 即便是紫阳宗这种隐世宗门 那也是非常罕见的天赋 他有理由骄傲 白湛云和红天同的目光 望着龙居雪 充满了渴望 充满了崇拜 江臣总算是明白 龙腾侯在请柬中提到的天大喜事 是怎么回事了 清卵之体 江臣在记忆里搜索了一下 倒记得凡俗修炼界 倒确实有各种所谓的先天之体 不过修炼之道 就算天赋再好 若无相匹配的心性 在修行之路上 走不远的例子 也是不少 话说回来 即便是什么先天清卵之体 站在江臣的眼界上 自然也不会太瞧得上 前世的他 见识过太多顶级天才了 在诸天未面的顶级天才 真正成长起来的又有几个 现场的气氛很是狂热 即便是沟玉公主 表情也是十分凝重 虽然他在表面上没有多大反应 但内心其实还是震惊莫名的 毕竟这腾龙侯越来越强势 对王氏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尤其是这龙居学 若真是进入紫阳宗 日后发展前途不可限量 他沟玉公主被称为王国修炼天才 也不曾吸引到隐世宗门的注意力 江臣极为善于察言观色 随意瞥了沟玉公主一眼 便将他心里的矛盾 瞧出了个七七八八 只不过是天赋稍好一些罢了 修炼之道如攀爬万丈深渊 天赋好一些 顶多是比别人爬得快一些 若是稍微有些失手摔了下去 也同样是落个粉身碎骨 光有天赋 心性不够 也是突然的 他这话声音不大 似是自言自语 又是对东方指若讲解什么 听者有心 勾玉公主闻言 明眸之中射出一道异样光芒 秀木在江城面旁扫过 忽然间觉得这个毒蛇少年 似乎也没有那么可恶了 不对 我怎么可以就这样原谅这小子 勾玉公主马上将自己 那么点好感掐灭了 江城伸了伸懒腰 嘟囔道 哎呀 该吹你的牛也吹了 该试的威也是了 差不多就可以了吧 什么时候上菜啊 咱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这话他可没有压制声音 听起来就像一个少年顽固的牢骚而已 不过在此刻这种狂热场合 却显得有些刺耳 龙兆风本来还有一大堆长篇大论 背着刺耳又突兀的声音一打断 一时间竟然有一种难以为继的感觉 可是他能怎么样 总不能把江城拉出来暴打一顿吧 这个江城 他从来都是那么的不合时宜的 在祭天大典都敢放屁的家伙 这种场合说几句蠢话 那不是他一贯的风格吗 想到这里 堂堂龙腾侯心里好受了点 心道 这小子天生脑残 也好 有这么一个不成器的儿子 他江汉侯的基业更收不住 待会儿劝他放手那片半灵脉涂地 倒是更有把握了 有这么一个想法自我安慰 龙兆风一扫心底的不快 哈哈一笑 是了是了 让大家久等 却是本侯的不是 咱们这就开席吧 大家敞开来喝 敞开来吃 龙居雪的目光却在江城面前一扫 想起当日在药师殿的事情 那美艳的面旁 勾勒出一丝不可察觉的阴谋微笑 请慢 今日难得嘉宾满座 尤其是请到了咱们 潜龙会室的几个总负责人 在场这么多诸侯传人 这些诸侯学子何不尽情一乐 各展生平所学 为今日的宴席祝祝庆 听得出来 龙居雪的口气 俨然已经带入了紫阳宗 亲传弟子的身份 话里话外 已经将自己放在和浅龙会室 几个总负责人 平起平坐的位置 好提议 不错不错 在未来紫阳宗亲传弟子面前 大展天赋 也许居雪小姐将来一时兴起 能将我们介绍到紫阳宗去咯 有道理 今日说不得 要在居雪小姐面前 一展才华了 能博得佳人一笑 也不负这平生所学啊 带着前世记忆的姜臣 直觉是非常强的 感觉到龙居雪的目光 在自己脸上一走而过 便知道这女人要针对自己了 与江晨同样敏锐的 还有勾玉公主 虽然她不知道江晨和龙居雪 在什么地方有过节 但是龙居雪 那不怎么隐藏的小心思 以勾玉公主的聪明灵力 如何能看不出来 桌底下踢了江晨一脚 低声道 臭小子 你给我悠着点 龙居雪 这是针对你的 江晨颇为诧异 什么时候这勾玉公主 为了她江晨着想了 她不是恨不得 毒打自己一顿的吗 魂不在意的 将一枚果子塞进嘴里 没心没肺的笑了笑 真对我啥 我这种人畜无害的 顽固子弟 可威胁不了人家 先天肢体的天赋哟 勾玉见她背懒的样子 一时气急 心想 你小子等一下被收拾了 就知道龙居雪 这个小妞的厉害了 果然 龙居雪呵呵一笑 对着白湛云他们一桌道 先前白师兄和红师兄 似乎跟江汉侯传人 江兄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何不趁此机会 彼此切磋一番 咱们习武之人 相逢一笑 敏恩仇 一切交情 都在拳脚切磋上 大家说对不对 白湛云一听乐了 立马跳了起来 好 还是居雪小姐说的在里 不打不相识 江臣 今天就让我们好好结识一番 如何 白兄 我红某也很想和江臣结交一番呢 不如让我先吧 二位哥哥 你们身为四大诸侯传人 不能跟我们这些小弟抢生意吧 对江臣兄弟 我验一鸣是神往已久的 龙居雪说交情在拳脚切磋上 这几个家伙都是乐得屁点屁点 总算逮住机会 可以名正言顺 殴打江臣一顿 狠狠羞辱他 这可是绝无仅有的机会啊 这时候 那些身份显赫的诸侯 也是接到了龙腾侯的眼神示意 跟着起哄起来 对对对 我们这些老家伙 终究是要过气的 早晚要让位给年轻人 难得今晚有这么好的机会 诸侯传人之间 彼此切磋一下 增进友谊 以撞握东方王国的上午之风 大善 大善 是极是极 年轻人是王国的未来希望 他们抢 王国则抢 一时间 跟着起哄的诸侯不下十个 都是纷纷出言赞同 还有一些跟着附和的 更有许多 燕一鸣得意非凡 来到江臣跟前 假模假样地拱了攻守 江臣 先前我们有点误会 不如彼此切磋一番 不打不相识 打过之后 我们或许可以成为 很好的朋友呢 终于还是挑衅到 他江臣面前了呀 江臣无奈地叹了口气 顺手将手里的一把瓜果丢下 悠悠道 燕一鸣是吧 如果我是你 一定不会当这出头鸟 以你的地位实力 注定是当不了今晚的主角了 何苦给人当开路先锋 万一失手 还得丢人现眼 不是 丢人现眼 燕一鸣傲然一笑 江臣 你如果害怕 就直说好了 如果你肯低头认错 跪地求饶 本少爷会考虑原谅你一下的 认错 江臣失失然站了起来 我江臣这辈子 还不知道错字是怎么写 倒是你 马上就知道自己错得有多厉害了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要比武切磋是吧 那就来吧 走到大厅下方一片空阔之地 江臣随意那么一站 江臣 你就装吧 三脉真气的弱者 敢站出来 我倒佩服你的勇气了 燕一鸣凝笑一声 七身向前 六脉真气涌动 酝酿着惊人的气势 试图在气势上压垮对手 别装目作样了 要打赶紧上 打完我还得吃东西呢 饿了这么久 我容易吗我 江臣根本不吃燕一鸣的一套 江臣 你屈膝三脉真气 故作高深 这是你自己找死 看掌 既然是比武切磋 又有勾玉公主在场 燕一鸣倒没有施展 家传绝学 用的却是紫气东来爵的配套武技之一 紫云掌 六脉真气 乃是进阶真气中最强的存在 六道真气催动 一时间涨风霍霍 漫天威势 倒有飞沙走石之势 一个起落 燕一鸣身轻如燕 双掌推动之间 紫气喷勃 重重掌影 虚虚实实 如一朵朵展开的梅花 落影缤纷 给人一种应接不暇之感 漫天掌影 草掌应飞 落影飘舞 想不到这燕一鸣 竟然将紫云掌 修炼到大城巅峰 难得 难得 燕门侯传人 果然名不虚传 不愧为名列十大诸侯的存在 一时间现场赞誉之声不绝 便连那白湛云和红天铜 也是目光凝重 看着燕一鸣 若有所思 单论着紫云掌 他们修炼的程度 恐怕也不会强太多了 这燕一鸣 倒是一个人物啊 哼 想那江辰 屈其三脉真气 也亏他有勇气上去 白湛云都恨不得 马上看到江辰 被打得满口吐血的样子 江辰 在漫天掌影的包围下 便如一条孤舟 在湍流中漂浮 怎么看 都躲不开这漫天掌影的吞噬 燕一鸣的脸上 属于胜利者的笑容 越发浓了 便在此刻 江辰动了 简单地说 江辰只是轻轻动了一步 只是这一步跨出 便让观战的沟玉公主 本来凝重的眼神 忽然间闪过一丝异样 因为江辰这一步 竟然准确无误 刚好踩到了燕一鸣 气势最弱 攻击范围 最难笼罩到的区域 仅仅是这么细小的一个破绽 而江辰竟然仿佛 早有所料一般 几乎是在燕一鸣 扑过来的同时跨出那神妙的一步 与此同时 江辰的手臂微微一抬 仿佛天外非仙 随手一指戳出 噱 灵力的破空之声 如流星划过天际 让人不知其所来 亦不知其所去 下一刻 只听到一声惨叫传来 漫天的掌影忽然 如同残枝败叶 纷纷消散 燕一鸣 潇洒轻盈的身躯 好像一个陀螺一样 狠狠地 从半空中 砸向地面 噗 结结实实 砸得地面 都微微有些震动起来 这一摔 便连围观的人 都觉得自己的骨头 都有些发扬 当事人恐怕 是更加摔得不轻 而另一个当事人江辰 却是轻轻拍了拍手 轻叹一声 唉 一口一个瞧不起 咱三脉真气 还以为真的有多么牛逼 没想到轻轻一戳就不行了 差劲 差劲 扫兴 扫兴 静 现场一片静寂 此时无声 胜有声 感谢您的收听